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RuneIn 萤幕画笔 这个是一个非常著名 几乎所有电脑教学老师一定有听过 有用过的一个萤幕绘图 还有萤幕放大的工具 他终于在今年的7月份 推出了6.0的版本 那做了一些效能的改变 还有bug的修正 以及增加了萤幕录影的功能 以下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怎么样去使用他 目前呢 我们到他的官方网站 你可以看到 他现在最新的就是6.01这个版本 那您到官方网站之后呢 就可以把他的档案下载下来 解压缩之后 你会看到里面有这些执行档 那您可以使用RuneIn的 32位元的或是他后面64位元的版本 那么在开始介绍之前 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 其实在Windows内建的工具里面 就有一个叫做放大镜 那RuneIn跟他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看我们可以在Windows这边呢 我们按一下这个快速键 就可以把放大镜的工具叫出来 那你再搭配Windows加号 还有Windows-号 就可以直接进行萤幕的放大 跟缩小的动作 那么目前我们内建的放大镜 它的优点就是您不需要任何的软体 只要会使用它的快速键就OK 那当然它在Windows11呢 也有增加的就是朗读的功能 不过它本身并没有我们一般电脑教学上 比较会需要用到的这种所谓的 萤幕绘图的功能 所以呢您就必须要再搭配一个 适当的萤幕绘图工具 来跟我们这个放大镜做结合 那目前呢RuneIn本身 它就是有萤幕绘图 又有放大的工具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它 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而且呢它也没有这种多余的面板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平常在操作的时候 大部分都会是使用快速键 因此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咯 我们在RuneIn 您执行它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看这里 比较常用的几个功能 首先就是萤幕绘图 这个时候呢你按下Ctrl加2 我们就会进入绘图的模式 它会把萤幕冻结起来 所以呢如果您是有webcam的画面 或者是有影片播放的画面 它就会是处于定格的状态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呢 来像这样子进行绘制的部分 那它里面其实呢 有很多的快速键您可以来使用 那么往下卷动我们来看一下 像我在这里想要让大家看的比较清楚 我把它放大一下 首先我们刚进入Ctrl加2之后 你按滑鼠左键 它就可以开始绘图 那您看我现在也在进入Ctrl加2了 我的画面已经定格了 滑鼠已经定在这边 那如果说呢我想要再把这个笔画 把它做比较粗或比较细的调整 我可以按下Ctrl键 然后呢滑鼠滚轮 往前放大 往后缩小 所以我的笔画呢就可以比较粗 也可以比较细一点 像这样 那么如果您想要更换颜色 这些呢快速键 刚好就是我们这些英文颜色的第一个字 那您记得您要做这些切换的时候 一定要在英文的状态之下 所以如果您是在中文的状态之下 您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完成它 现在我按下G Green 就可以画出绿色的线条 按下V Blue 就可以画出蓝色的O Orange 按下G Green Y Yellow 再加上P Pink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这么多种颜色的笔 可以来画 那如果呢你想要把画面清掉 只要按下键盘上的E 就是Erase的英文 那当然如果你有需要用打字的方式 不论是输入中文 英文都可以 那么另外呢 我们很常用的你想要画直线啊 画矩形 我们可以搭配Shift 这样就可以有直线 按住Ctrl 我们就可以有G型 好那椭圆形就是搭配Tab 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呢 搭配滑鼠的滚轮 其实也可以把我们的萤幕 做一个放大的动作 那么最后呢 你想要离开的时候 就是按下键盘上的ESC 就可以离开我们的绘图 回到我们原本滑鼠的操作 除了刚才单纯的萤幕绘图之外 其实我们也可以一开始就决定 我要放大哪个地方 直接按下Ctrl 加1 它会将我滑鼠所在位置呢 就直接做放大 那当我点一下滑鼠左键之后 又回到我们的绘图模式里面 那如果呢你在这个时候 我想要往右边移动一点 可以按下滑鼠的右键 我们就可以进行画面的平移 等到你到定位之后 我按一下滑鼠的左键 它就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绘图模式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滑鼠的滚轮往后退 这样我们也可以有恢复到原本的放大比例 最后你要结束 一样是按下键盘的ESC 这样就可以恢复到原本的操作方式 再来呢要跟大家介绍我最喜欢的功能 就是Ctrl加4 在这个时候呢 就等同我们一开始 所跟大家介绍的Windows放大镜的功能 您可以在放大的状态下 还能够及时的进行操作 这个对我们在教学上其实很大的帮助 那么你要离开它也是这个快速键 Ctrl加4 那么我们进入这个快速键之后呢 我们现在把萤幕放大了 如果你想要在这个时候进行绘图的动作 一样按下Ctrl加2就进入绘图模式 好那如果你想要再放的更大一点 可以按住Ctrl加上上和下的箭头 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画面呢 把它做一个更大的一个放大或者缩小的动作 那记得要离开的时候按下Ctrl加4 那我们再往下看呢 这边还有个休息时间倒数计时 好我们按下Ctrl3 预设呢就是休息10分钟 那么在它这次的修正里面 甚至你还可以自己加上声音 或者是做一些背景图片的设定 好那我们如果想要增加时间 你可以按滑鼠的滚轮往前 一次就增加一分钟 如果你想要比较小间距的 就是按下左右的方向键 这时候一次就是减少10秒钟 那如果你想要离开 我们只要按下ESC就可以离开它 那最后我们看到6.0增加了一个萤幕录影的功能 它可以让我们把操作的过程把它录制起来 不过目前这个录制是不包含声音的 那再来呢 它录下的档案老实讲真的比较大一点 所以除非您目前刚好手上没有录影的工具 不得已的情况下你可以用这样的录影 来解决一些小问题 但是如果您真正要做比较长时间的录影 还是建议你搭配其他工具 可能会是比较方便的 那一样的它的录影工具呢 预设录下来的会放在影片的这个资料夹里面 按下Ctrl加5就是开始录影 再按一次就是停止录影 那么Ruint有没有什么小缺点 有因为呢它只要进入绘图模式 就会把整个萤幕凍结 所以呢如果说您上课的时候 像我现在这样有webcam的画面 或者是有播放影片 它就变定格 那如果你希望你的绘图工具 不要有这样的现象 你也可以跟我一样改用下面这个mouse track 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工具 那看老师您自己需要的教学情境是哪一种 只要找到适合的工具 就可以让您的教学更加的方便 作证据 作词